由花莲社工所指导 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主办的 地暴天心高校摇滚梦活动 25号下午是在米国小活动中心任劳登场 有18个来自花莲各高中职的摇滚乐团 轮番上台展现自我 狂热的演出呢 也让现场观众享受嗨翻天的电影摇滚 地暴天心高校摇滚梦 是由花莲社工所指导 花莲市青年公共促进事务会所主办 并且由花中花女热音社 还有风尘音乐方来协办 市长吴嘉贤特别到场 为参加成果发表的电影摄团成员们 加油打气 这一场由花莲市公所 与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一起来举办的一个地暴天心 青年的一个活动 在花莲所有的高中的一个音乐 爱好音乐的朋友们 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表现自我 让大家可以欣赏到花莲学生的音乐 那继去年之后 今年再继续举办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青年的朋友们 能够一起加入更多有趣 好玩的一个青年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 那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在支持 那未来继这个地暴天心的活动之后 音乐活动之后 还有舞蹈大赛 那也欢迎所有喜欢舞蹈朋友 也能够持续来锁定 那我们会持续的希望 希望有更多年轻朋友们培养正确的习惯 正确的嗜好 未来可以让自己的兴趣 也许可以变成自己的事业 那我们会朝这个方面 继续为青少年来打拼跟努力 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的理事周嘉威表示 透过这一次的音乐祭 希望可以建立年轻朋友们的自信 好的 就是这一场地暴天心 是我们花莲市区的所有高中高职 然后一起联合办的一个音乐祭 希望就是青少年可以透过音乐 在闲暇之余 学习的闲暇之余 可以释放一点压力 那同时呢 也希望可以让音乐带动观光 所以就是在每一个平台都可以 地区都可以好好的 一起来就是用音乐来推动观光这件事情 今天呢就是是非常非常多的团队 非常多的乐团一起来演出 然后有花中花女的学生们 所以他们的音乐类型都完全不同 曲风也完全不同 那都是可以呈现学生们 他们的想法 还有他们的创作的一个平台 跟一个音乐祭 这一次参与成果发表演出的团体 有18支队伍 年轻朋友们登上台演出 展现了对音乐的热爱 也让大家看到年轻人的活力和美丽 月轮会欢视报道 好 好